繼續開會 我先處理一下時間 因為距離散會的時間 剩下三分鐘 後面還有登記四位 陳翠嵐議員 陳梅娟議員 林婉榮議員 張勝富議員 我們質詢到張勝富議員結束 再散會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好 確定 謝謝 請陳翠嵐議員發言 謝謝我們的康議長 我們的市長 副市長 我們市府團隊 我跟陳梅娟兩個共用30分鐘的聯合資訊 好 兩個共用30分鐘 好 我們市長 副市長 我們市府團隊 我們的議會同仁 還有我們的 優質的媒體小姐先生 還有我們的市民朋友 大家 平安 大家好 本期陳翠嵐 針對市長施政報告諮詢 來 首先 本期有聽我們市長的施政報告 市長有說有要用市民做主 的價值核心 來打在我們 全方位的幸福的高雄 本期是覺得說這個觀念非常好 那可是我們高雄的公督們 他有認為說 我們市政缺乏傾聽民眾的機制 所以本期要特別希望我們的市府 更加重視我們在地的鄉親的生意 特別重視在地消音 然後更加努力 然後去完成 去努力去執行 所以 因為我們鳳山 鳳山過去兩三年前 我們的警察宿舍 拆除的過程 也引起不小的爭議 大抗爭 那 那 那一些文化人士 也是有透過一些 地方的民意代表來溝通 看他們的暫緩 那原先是說 那暫停拆緩 可是也沒多久 隔不到一個禮拜 又馬上又拆除了 所以 真不猜 因為 有一些是我們一些文化 文化創意 就是想要把那些舊的警察宿舍 當為是文創的基地 所以 比較特別去 陳情抗爭 希望能保留這個非常 非常 閒置 又不錯的文創基地 真不猜 所以 他們這些 我們鳳山 比較愛好文化一些人士 也是非常耿耿於懷 另外 本期 總對我們鳳山的黃埔新村 也一再有去 建議 質詢說 希望能多加入我們在地 在地鄉親的意見 然後在地人士 加入他的活化的一些計畫 可是我們是 採用是以住代戶 以住代戶 那以住代戶 雖然不是藝術家住村 但是 不是單純的藝術家住村 但是 只是藝術 變為一個設計而已 那 本期發現 這樣以住代戶 之後 我發現這個新村 根本 沒有什麼特別活力生氣 如果當初能加入 在地 鄉親的一些 人士的 加入活化的 這種計畫 本期會覺得說 那對這個新村 國化會更有活力跟 朝氣 更有生氣 那 在這裡 那另外 等一下再請市長一一回答 那另外 本期是希望說 能多聽見我們市民的聲音 不屬於 不屬於 這中心 我們鳳山一些年輕 朋友 鄉親的 新生 他們 這裡有意見 這裡有主見 那也非常有活力 像我們鳳山創新前進基地 他對鳳山車站的主體設計 非常有看法 相反 我去年有特別跟市長反映 他們也推動公民參與 把在地鄉親對鳳山車站的一些看法 跟建議 那 建議給我們鐵工具 不屬於 像我們市長反映 市長也 雖然不是我們市府 的環圍 可是我們市府這邊可以 把我們在地的聲音 來觀影 然後給交通部 還是我們鐵工具 本期是希望說 520以後 我們市府這邊跟中央 這裡 的溝通應該更沒有障礙 更加順暢 我希望 把我們在地的聲音 對我們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相關東西 希望能 多 接納我們在地鄉親一些意見 因為 這個是我們在地一些年輕朋友 他們一些的看法 想法 希望 我們市府要特別去鼓勵 這年輕人來 公民參與 一些我們公共事務的意見跟 規劃 那另外 我們 我一再也非常重視我們鳳山年輕的 朋友一些意見 像 鳳山創新前進基地 他們這些朋友 他們也 發動一些 行動 譬如說 他們辦的是活動 我希望我們市府 要特別去 鼓勵 然後去支持 像 他們特別去發起這些活動 像是 尋找我們鳳山師船中的 精緻公益這樣的師父們 我覺得說像這種活動 行動我們應該 市府應該要多多去發揚光大 像我們鳳山 這個三民街 一種 打鐵街 打地街 還是 這個佛具 還有一些非常道地的一些 我們的 非常有所功的 師父 我希望 可以透過這些 比較在地師父 他們一些在地文化 的意見 然後 集合他們的 手藝 還有我們的文化 讓 旧的文化 跟新的創意 集合 更能來 行銷 我們鳳山 一些有特色的 一些文化 譬如像 我們的 三民大股家這 這都是 這都是 我們鳳山年輕 朋友 他一些 很好的想法 我希望 我們市府 一定要 聽見我們市民的聲音 給年輕人 一些 幫助 還有鼓勵 那我們年輕人 更能參與我們公共事務 請市長 請市長 簡單回應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 所以我想我們年輕人 更能夠了解 年輕人的熱情 跟理想 所以 對於公都們 對高雄市政府的批評 那我們非常感謝 另外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你說 說 鳳山創新前進基地 對鳳山車站 他們 很有意見 想法 我們的都發局 也有委託他們 有一個案 融入他們的思考 想法 對鳳山車站 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 一定會讓他們 有很多的參與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高雄市政府 聆聽讓市民參與 這個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希望更加重視我們在地正義 讓我們市府 更能鼓勵 年輕人一些意見 更能參與 因為 現在一個新政治 公民參與政治 我想 這是真正好 這個鼓勵 感謝 另外 本期 針對我們的新聞媒體 一再的 報導我們鳳山 報導我們鳳山的 一些比較負面的污名話 所以特別可以來探討 那 尤其我們新聞報章雜誌 就是 罰款多 危險 車禍多 所以 從我們的市政報告裡面的 依照是 路段 像鳳能路 它一直 令我們鳳山是最危險的路段 那鳳山的陸軍官下 它的側門的路段 三個月有開出 三萬多張 測速罰單的事件 事件 也是高雄市 違規 開罰單 數量低的 地點 所以 本期是說 本期是說 像 我們網路還是新聞 一再報導 很少 我覺得是 罰款多 危險 車禍多 好像 讓一些其他市民 認為說 鳳山的市民 是不是比較不守規矩 有什麼 比較不遵守交通規則 所以 看 罰款多 危險 路段 低 還有 車禍最多 所以 針對鳳山非常負面 就無名化 我希望說 我們市府針對這邊 要特別去改善 不要讓人家誤以為 我們鳳山 特別不守規矩 另外 在這裡 另外 我們鳳山這裡 像我們新聞報導 也是說 懸浮為例 指數 我們鳳山監測站 也是全台 第一 第一名 也是殘年冠軍 也是第一個 第一名 那 另外 登革樂 他的疫情 在102年 只有70例 那103年 變為 14999例 那 到去年 104年 總共有 19723例 排名全國第一 那鳳山區的登革樂疫情 也是高雄市的第三名 所以本期是說 那針對污染還是登革樂 流感嚴重 我們鳳山都榜上有名 所以本期就是說 這樣 這樣 是 對鳳山非常負面的污名 那尤其喔 我們的流感嚴重 那高雄市有15間學校 那30個班級有停課嘛 那鳳山又是其中一個 那如果我們觀音客 在網路搜尋 要找到幾乎都是一些 環境污染 還是疾病 登革樂等等 那有時候 那觀音客 看著這個 就不太敢來我們鳳山喔 所以 那我們鳳山的觀光行銷 也大概說喔 非常嚴重的損害啦 所以 本市覺得說環境污染問題 還是疾病問題 都不是我們鳳山居民所引起的 這是 應該是整個 我們市府所要應對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麻煩市長說 針對這一些喔 那我們鳳山屋民 負面的一些新聞喔 要怎麼來處理 像說 交通的問題 那看是不是路段要改善 那還是說 那個空氣污染問題 看如何 找出那個污染源 那 像說 登革樂問題 如何來處理 那另外 本市 在說我們高雄市左轉 我們鳳山的違規也是最多 像那取締我們 在那個高雄市左轉 取締的案件 也是 我們鳳山居第一名 那 本市是說喔 去年要取締五萬多屆嘛 那 被開罰單最多的地方 又是我們鳳山 所以本市是說 我們應該好正視這些問題喔 是不是 他 停 因為 是不是他的 交通號制設計規劃的問題 有問題還是怎樣 讓民眾 還是停留的時間秒數太多 讓民眾 他不希望 停留太久 所以才會直接闖越馬路 然後才會 高雄市左轉 這些問題才會發生 所以在這裡 麻煩市長喔 怎麼對這個 簡單 回應 不要讓我們鳳山又被負面汙名化了 好 感謝 請市長回答 一個城市 不管是污染的問題 交通的問題 等等 這個是大家 必須一起努力 市長 對於每一個區 重視的程度 是相同 那我們認為鳳山有若干的路段 他們被認為 他被罰款最多 因為他這個地方 經常會超速 等等 我想 罰款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是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規則 如果大家遵守交通規則 就不會有罰款的問題 那這個希望 我們的市民朋友 跟市政府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規則 維護用路人的安全 那至於污染 高雄市 登革熱 那我不認為今天高雄市的登革熱 那當然 比起去年 我想到目前為止有三千多例 那 對不起 三百三十九例 那 這個部分 三百三十九例 因為我們高雄是國際的港口 那我們高雄有 有機場 進進出出 很多是境外感染 那全世界這個氣溫 氣溫不斷的一個 全球化 整個地球的熱化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非常的嚴重 新加坡也好 包括大家很想去的巴西 現在都是非常的嚴重 巴西八萬幾點 登革熱非常嚴重 所以這是一個全球暖化的問題 那我們高雄市在這個部分 我們願意在登革熱的防治 流感的液防等等 我們會一起在努力 我們會 認為這都是我們高雄市 每一個區的問題 我們都會一樣的重視 謝謝 謝謝 陳梅娟議員 謝謝 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成功了 抱歉 我想首先 今天就針對昨天 我們在聯合質詢 談到水費物增的問題 我還是再一次在這邊 希望水利局盡快 不要再要求大樓要提供身份證 因為那個有個資的問題 大樓大概有一兩百個 兩三百個 如果你要求這個身份證 我想會有困難 再第二個就是說 你還要求人家要提供水費單 有很多人跟我反應 他必須要請假 要跑去自在水公司申請 所以我想這絕對是不便民的 所以我很感謝市長 昨天有給我們三一的回應 我也希望水利局盡數 把這個事情給做好 怎麼扣就怎麼緩 就這麼簡單 我們希望能夠給市民 一個便民的機制出來 謝謝 那再過來我要提到的就是 我剛看到我們市長有提到 這個大魯閣的草芽道 共務中心在今年五月份開幕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案子 因為那時候當時簽約動圖 我都有參加 我非常的高興說這個案子 在我們高雄市 我相信這個一看不出來 絕對能夠帶動高雄很多的商機 跟我們的商業活絡 但是我一直也以以為容的 就是在我們的漢萊巨蛋 那個地方已經成為我們高雄的地標 就在我們的左南地區 那個地方發展得非常的好 所以商業也活絡 經濟行為都相當的健全 所以那邊的房價一直在暴漲 這個是對高雄是一個非常正面的 不過我記得那時候我一再的要求 在大中路以北 一樣都是左營區 但是大中以北就是變得冷冷清清 雖然高鐵站在那邊 但是並沒有因為三鐵共過 造成那邊的經濟繁榮 反而那邊還是B7 所以當時在金花局 藍局長的時候 我就一再的要求 希望那邊能夠盡快活絡 我也其實非常感謝 那個時候 我們在Y42的時候 BOT案的時候 在103年2月24號就有簽約 那塊地 原本就是這樣子 那當時我們是把它當停車場使用 這邊是重合 這邊是華夏 這邊是重合 這邊華夏 當時我們有希望那邊趕快做活 也很高興 當時市政府 在103年2月24號簽約了 我記得那時候市長 我們那時候辦得也相當的高興 期待說 因為這個案子能夠帶動我們北高雄 北左營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商機 帶動我們人民的一個生活便利性出來 因為他要蓋的是一二樓是超市 三樓到五樓是商業活絡的一個商場 然後六樓以上到十五樓是飯店 我們相當的期待 而且當時居民知道這個案子之後 相當的高興 因為這個案子期待 在107年2月23號就要建置完成 但是很可惜的到現在 市長 那一塊土地到目前 那個T幫他五月 雜草重生 107年剩下現在算起來 不到一年10個月不到 有辦法把它蓋起來嗎 但是我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金華局給我們答案是說 因為他要變更設計 因為他的容積還沒有完全用完 他希望把它增高 可是我很質疑 一年用10個月的時間 有辦法把這樣的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機構給蓋起來嗎 市長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希望 我相信當時我們前一 我跟你一樣 我們都非常高興非常期待 如果能夠把這個建置起來 對北左營 整個北高雄 他的帶動 整個串連我們的三鐵共構 對整個地方的發展 是相當有利的 而且現在那邊已經 蓋了很多大樓 都是期待 那最近我到那邊去的大樓 租戶大會 大家都在問這個問題 怎麼到現在還關起來咧 當初還可以開放給大家 停車還有一個便利器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整個都圍起來 來面雜草重生 現在登革了又那麼多 到底怎麼回事啊 發生什麼事 大家一直在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心裡蠻難過的 因為這個案子 是我們期待很久 我們一直引以為榮 說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建設出來 能夠呼應我們的 漢神巨蛋的商圈 但是目前都沒有 所以這邊我也希望 市長麻煩你 這個案子 請你們趕快聽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到這個案子 要變更設計 也要趕快用啊 已經比較久的事情了 到現在沒消沒死 那市長 我是不是可以請麻煩你 好 那局長 你簡單答覆我 因為時間的關係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那個陳議員一直很關心 我們一直有跟你 那個update的進度 其實他們現在 他們其實現在 已經送個最新版 final的計畫進來 那我們今期會開審查會 那當然 因為BOT案是審查會 決定 不是行政機構決定 就是最後final的狀況 所以才會花了一些時間 這點跟議員 我知道 但是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不好意思 您講到107年 2月23號要建制完成 他其實是給他4年的建制時間 這個不算在營運裡面 那如果說他超過這個時間 就會影響到他的營運期程 就是他營運 可以營運的期間 那會影響到他的收入 那當然在開發商的立場 他們會積極的來趕快把這個 建制完成能夠及到 那市府如果說他預期的話 有扣款的問題嗎 罰款 有 絕對要罰嗎 是不是 依照契約來執行 一定要這樣子嗎 因為我是覺得 剩下一年10個月 我只是很懷疑 他能夠把它做好 其實現在的建築技術 其實我覺得 比較重要是審查這些 都能夠完成 那 我希望局長也趕快 市長這個案子 我想我們都非常期待 希望我們也 市長趕快能夠 來追蹤這個案子 因為我聽說那個廠商 好像有點狀況 你們最好私底下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就盡快啦 拜託 然後再過來我要提的就是 我們左營聖地路跟翠華路口 這個交通鬥線 這個地方 就是 大宗高架橋下來之後 你們下來之後 這邊是新莊子路 要到連資產 因為下交流道之後 不能右轉 所以勢必 所有的觀光 外地的觀光客 來到我們的這個 大宗交流道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到 順利路 來右轉 當時這邊是有一個機車行 有一個卡拉OK室 那後來因為 為了要配合整個 我們舊佐伊國中的開花 所以這個案子 當時有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邊因為要切 那個大宗路條下來 要切路慢車道來右轉 這是交通局的規劃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有一個衝突點 但是他們切路慢車道之後 當時有這個房子在 所以大家在切的時候 可能都很小心 也就沒有聽到什麼問題 那現在重點是來了 他這個房子已經拆掉了 拆掉之後 因為游覽車 因為這邊有一個 大規山的停車場 那大宗路又不能在新莊 右轉 一定勢必要從這個地方右轉 所以很多的游覽車 下來之後 過了慢車 進入了那個慢車道 右轉的時候 跪去無處 所以他們都知道 要結束 要轉彎 可是現在沒有了 鄉鄉來到這裡的時候 鄉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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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路主在這裡 所以他們必須要繞一個大彎 然後這個一個中心線 因為這條路並不大 所以這個中心線在這個位置 我讓市長 我讓你再看更清楚一點 你看 游覽車來到這邊 好像鄉鄉 看到這裡的路主在這裡 要轉彎 就幾乎都終於到 對面的車道去 你看 每一個車幾乎都要繞到對面去 光是在3月10號 那個卡拉OK跟那個機車行 拆掉之後 到3月底 我跟警察局在那邊調過資料 就發生了三件車禍在那個位置 因為那個衝突點 因為他都夾這兩個路主在這裡 車如果開到這裡 向他們看到這些時候 他不得不為了要閃這兩步 他的彎的彎會更大 因為大腳的車 因為那邊的遊覽車 都要進到大龜山 都要繞這個彎 很大彎 所以他勢必都會跑到 中央線的對面邊去 所以造成了很多次的車禍 在這個地方 你看他短短的半個月 就三件車禍在這裡了 你看這遊覽車 他吃起來很頻繁 尤其是假日 我們那天在這邊 跟相關幾個單位 在那邊會開的時候 就只有我看到就 買了30架 遊覽車在那邊出出現 甚至還有大遊覽車在那邊 因為他都不會過嘛 所以他只好要把他顧 再重鑽一次 這樣的一個危險的動線 其實如果你遠遠沒有看到 這個位置的話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 這邊有一個路主 在這個位置 所以 它是一個潛在的危機 所以我希望說 那天我們有請了相關單位 交通局 警察局 還有我們的 觀光局 是管理單位 還有教育局 還有養工處 都來看了 結果的會議記錄結論 我很感謝交通局 馬上把他旁邊有一個標誌 他就馬上拆除 但是養工處 後來回給我的 正式的文裡面 他說 他們認為 為了保障行人安全 不宜拆除 我不知道這什麼理由 市長你也聽聽看 這邊是人行道 他們認為說 這是人行道 所以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 說這兩個路主不太痛 可是你要知道 在這邊的車禍 已經撞了多少次了 問題是 我要再給市長看一下 這個人行道 是這個樣子叫做人行道嗎 養工處 快點跟我說 不可以聽 因為這兩個路主 維護行人的安全 我看不出來 這到底維護什麼安全 跟這個路面 泡泡龍龍 這樣叫做安全嗎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提出來 我特別要求 因為當時有這塊 這個牌子在這邊 其實 他們回家的時候 也很容易去撞到 交通局很快的速度 兩三天就幫我拆除了 那但是呢 養工處堅持不肯 他們認為說 這是行人安全的問題 我不曉得這是為什麼 所以我在這邊 我也要特別請市長 幫幫忙 因為這裡是一個觀光地區 很多的遊覽車 都從這邊去轉彎 那為什麼這兩個路主 有這麼困難嗎 這是為了維護我們整個 你看 都通兩台在這裡 這裡是中央車頭 因為這裡外國 就要洗 為了要撞這兩個 要通到路邊這邊來 甚至都在這個地方 會很大的衝突點 所以我希望這個公務局 你們是不是好好的演繹一下 然後他們跟我說要送 道安會議 那這個道安會議 我不管怎樣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客不反擊的問題 一定要趕快去處理 因為這個車禍一直在發生 我們也不敢擔保哪一天 又會有什麼問題出來 所以我想我們公部門 不能夠再去 去為了這個什麼 找了一大堆理由 借口來說這個不宜 那當然他們說 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能夠 因為未來 這條鐵路地下化之後 我們的新莊子路 就會直接打通到 我們勝利路來接 銜接嘛 那士兵這個地方 一定也是要擴寬 不然的話 為什麼新莊子路這麼大條 我們勝利路這麼小條 你打通到這邊 又限縮道路 也是安全啦 安全的問題也是有開憂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是不是 快點這樣 賺這個機會 快把這個路後面 退縮一下 把這個路主 乾脆弄到這邊來 有說到人行通行的問題 這個棒馬線也可以 往後退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調整的 今天交通局也在這裡 警察局也在這裡 還有我們的公務局也在這裡 我們的主管單位 觀光局跟教育局 都在現場 我請你們好好去演繹 這條路到底是要怎麼來解決 因為這裡是觀光客 必經的道路 遊覽車都在這裡過了 因為他們要去大龜山停車場 一定要走過這裡嘛 這麼小的一條路 給人家 有我們車還在那裡 賣鼓 給人家回覆 我覺得這個會移笑國際 為了這兩個去調我而已 你們這麼堅持 不要讓我聽 你看這個路面 破破爛爛這樣子 你看就這樣子 市長 這到底是人行道呢 我看不出來它像人行道呢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因為我希望利用這個時間 主要是因為大家各部門都在現場 既然即使要送大門揮發 我也希望能夠盡快 然後我也希望市長 這件事也請你關心一下 因為這個有關著我們整個高雄市的門面 因為家裡都要爭議 古車頭啦 要看著這個路也是會逢錯呢 說怎麼一個大廚 這個路又破到這樣 所以是不是請公務局這邊好好演繹 這條路該怎麼樣來處理 那我是不是也剩下一點時間 我是不是請一下我們公務局或者請市長 是不是可以就這條路 有沒有請市長 我們是不是應該應該好好來演繹 這個條路應該是不是可以照這樣子來做 來市長 請市長回答 市長這個部分是要怎麼徵收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這塊地已經這個整片都已經是左營就校舍 現在要VOT了 觀光局要做VOT案 然後觀光局有跟我答覆說 未來他也是要提金 好 那這個部分我請我們公務單位答覆 請公務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我想人行步道在走路 我們還是安全我們還是很重要 如果說遊覽車要圍車進去 安全還是很重要 我們同意是說 我們會把都市計畫圖 跟裡面的都市計畫邊締的使用 我們來做一個檢討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就會馬上來做一個如何定案 以上 好 接下來請林萬榮議員發言15分鐘 謝謝議長 市長 我們副市長 民署長 以及我們所有的局處首長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這兩天的市政質詢 我們議會議員 我們議長和市長和我們所有的局處首長們 大家辛苦了 我們議會當然大家都很用心來問政 今天文榮要針對今天的我們市長的質詢 市政報告及質詢當中 很開心 我們真的是歷史翻轉 新政府520即將要上任 我們高雄也要翻轉 這也就是說是我們長期長期來 我們高雄市是一個工業城 但是我們真的要翻轉 讓我們的城市更進步 讓我們的城市更有競爭力 所以我就針對這也是我們市長 我也很感情我們市長 在市政報告的時候 我覺得市長對我們間隔 大高雄都真的是遼弱執掌 用心整個我們市府團隊 大家的認真用心 真的是我們市民都看得到 所以我在市長對市政報告的時候 我看聽到你的市政報告 我很感動 所以我就私下說我太愛我們市長了 這不是肉麻當有趣 我是出自我內心的感動 所以說看到我們的產業的佈局 現金的正義還有空間的釋放 財政的分配 那我就就這幾個問題 來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我們市長包括我們議長我們所有議員 大家共同要關心的議題 就是我們的石化總部被南遷 就比方說我們的台電中油 也都污染在高雄市 但是他總部都是在台北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讓歷史翻轉 讓新政府在520上任之後 高雄期待翻轉 所以在洲際貨櫃第二中心 包括重大的產業園區的開發 這就是我們其他環境正義 尤其 我們今天這本市所說的這些事情 都是在我們的前鎮跟小港 所以我很有感受 所以在儲有潮 他一百九十九的儲有潮 他有說在即將在一百一十年要頒簽喔 還有工業管線退出市區 特別這個大老婆 地区的這個前鎮 前鎮問題可以說千頭萬緒 但是這也是我們大老婆的鄉親期待 就是我要在這裡說 國民黨政府 大廳啦 一個大廳在現在即將在520要卸任了 新政府要上任 他現在為這個大廳我覺得很好笑的齁 今天這 當然我們期待大林埔牽村 這是大家 勢必要牽村的問題 但是哪有沒有虛地機構 沒有虛地機構就能牽村 這錢沒有回來啦 所以為一個大廳要來給我們搭 為一個大廳要來給我們養 我覺得是一個 沒有負責任的 政府齁 所以說 我想 一刻在520 還沒卸任之前 也拋出很多的議題 要來給我們搭乎 包括我們 國家級的熱帶疾病防治中心 我們市長也有說 包括我們議會 鄭光峰議員我們 這個都是我們民進黨團 為了我們大高峰的這個 福祉 或我們共同 要來 和我們市政府共同來打拼的問題 那空間的釋放 而你有兵工廠 這也是有一個大廳讓我們養 所以 就港區土地 整病 使用 還有 就是我們的財政收支劃分 要如何來檢討一般性的補助 管核定的方式 勞健保 補 他的補助費 這都是未來 我們的新政府 我想 在我們市長 你的格局 像你的高度 你的深度 寬度 廣度 這是 萬榮一直 對你 是我偶像 因為長期我們都 你也是我的前輩 所以 我也是在我們白色恐怖的時候 一直到這個時候 我真的是很愛我們台灣 很愛我們這塊土地 尤其在我們的城市當中 要來進步發展 當然 我們也很期待我們的小英總統 我想 他是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好 那可能 我剛剛就 簡單的敘述 我們期待我們的高雄會更好 但是 市長 今天這本市 可能是在講到污水 我們的 水利 水利局 徵收污水 處理費的 相關的問題 當然 我今天是代表我們的民眾 來幫你 來幫你訴求 當然 這是在我們 選舉當中 我 跟市民 朋友的 承諾 你們的聲音 我會把它 帶到議會來講 所以 我們市府 包括我們市長 當然你們不一樣的 這個 呃 等一下再回答好了 那就是 我們許多民眾 對於 徵收污水 處理費 有許多的疑慮 阿 我相信 這是 接受我們 在選舉當中 我們的 很多朋友 在給我陳情 這案件 接不完 所以 我可能用幾個畫面 來呈現 那在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我們六月 市政府有公告污水 下水道的使用費率 那 我現在要 要把它呈現出來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也知道說 我們 這個用心 包括 他這個 費率 用戶費率 他怎麼樣去換算 就是說他的 年總營運成本 處理 年總處理 的水量 就是說 他的一度 一度 你們的成本 就是說 九點一元 他的事業用戶 他的一度是十八點二元 但是我們市政府有為了要考量 我們整個高雄市的經濟 社會金融的穩定 規費法 可以分別來減徵 所以 在你們這個五塊 五塊 在我們市政府 來講 他覺得說是有稀 在他的事業用戶是十元 這是我 我去 根據我們水利局 他給我的資料 是說你的成本是九點一元 他的事業用戶是十八點二元 好 那 來接下來 那就是說 那 就是說 在我們的 專 事業用戶 例如 是大飯店 大賣場 醫院 百貨公司 當然這個 一改徵收十塊錢是沒有爭議的 來 那我們來看一看 一般的 一般用戶 因為他長期以來 他並沒有徵收 就是該比的費用 所以 比較 有不同的聲音的出現 所以 他們覺得說 這可以是不是 萬眾可以來這裡 幫他們 發聲一下 好 那依照我們自來水公司的統計 在一般用戶 每兩個月使用平均 他的度數是三十度 這台水度數是三十度 那一度是五塊嘛 五塊 那 增加 可能在那個污水 只要污水使用費 可能是要增加一百五十塊嘛 所以這新措施 南美 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嘛 好來 我們接下來 這是 本市代替我們的民眾 來幫我們市長 來幫我們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 建議污水 他的那個 污水下水道的使用費 是不是採取 漸進式的徵收方式 新政府 當然有新的政策 導致民眾 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不妨先 這樣採漸進式的 就是說他先給他抗三塊 三年後 還是五年後 我們可以調回五元 其實我們這五元 在我們市政府的這個 使用費 污水 處理費 當中已經有調降了 好來 那我們再接下來 那就本市 我們有在去找一些基層嘛 就是 有在這個 我這個呈現是 光華國宅的祝福 因為 大樓 它沒有完全接管 有的大樓還沒有完全接管 像例如 光華國宅的祝福 我在去參加他們的祝福大會的時候 很多的民眾 他也給我反應 他對 好像說 因為 會比較直接知道的 了解的通常是 騎乎嘛 就是說透天錯 透天錯 因為他們後面要 要做那個污水接管 所以他們 勢必 馬上會知道說 我們就一定有接了 但是 有一些 住大樓的 他金粉也不知道說 他們 到底有吃不吃 他們金粉也不了解 來 那 我是本市的建議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市民朋友更了解 他們到底住大樓的 還是說住一些公務的 他們根本也不清楚 所以 這是本市的看法 讓民眾更加的知道說 他到底 他有 用戶有沒有接管這個污水接管 所以本市就建議說 如果 每年那個大樓 他們都有一個住戶大會嘛 那是不是 可以前往去說明 那高雄市有 差不多 輕棟大樓 我們 我們水域局 一定沒有人力 去 逐一去到場 去說明嘛 那水域局 是不是可以結合相關的 班位去 協助說明 當然 我這樣講 可能 那如果我們有去說明 可能會化解民眾的疑慮 但是我如果說 如果結合民政局 真不好意思 民政局 局長 你們在這裡 你們有什麼 這是本市的建議 是不是 怎麼樣去 去跟他做連結 這是 可以去討論的 還是透過我們里長 他可以說 他們在 里內可以做宣導 還是請託 那個管委會 他們每年都會開住戶大會 可以來做宣導 這是本市的看法 如果說 有造成民政局的困擾 很抱歉 因為 我們市府本來就是 團隊 才是一個大家庭 讓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化解民眾的疑慮 我想這是非常不可能 好 那 接下來就是說 如何輔導民眾 將匯除 發分詞 像說 如果說 我們要騎套體處 套體處 民眾 也直接 可以感受到 套體處 他本來 他有一些發分詞 他就可以 把他 那個 就沒有發分詞 直接就 接管 那如果說 像我們的 大樓 大樓 應該是 都有一個基金 但是如果是公寓的話 可能這個公寓 你要說叫他 直接來用那個 發分詞 廢除之後 要來做接管 但是 一般 一般 那種 就是公寓式的 因為每個月他沒有在 收取那個 他的那個管理費嘛 所以說 要叫 一些公寓室的 這個 祝福 要來一下子 當然我們是可以 把那個發分詞 直接 接管 去 那個 污水處理 的管線 這樣是最乾淨 也最 勇勞勇業 但是這個費用 可能 有困難 是不是 這是本市的看法 我們現在地震 地震現在 就是要有一些 老舊 建築 是不是 市政府 好像有委託 那個 技術公費 來做 好像說 他的建 建界嘛 來幫他做 做一些 他的那個 屋林 會做 是不是 有做一個 感慨 有做一個 他這樣子的 這是我的 建議 是不是 一些我們 公寓室的 要叫他 直接 來做 這方面 可能 他要 還有一些費用 他可能 一下子 他可能沒辦法來做這樣子 處理 是不是 市政府 可以來給他 負擔 一些 這是 本市的看法 是不是 來 接下來 那如果說 在我們高雄市 政府 有33萬 是一般的 用戶 如果五元的話 我們 可以收取的 差不多兩元 如果 我們 頭子 可收取 五億 我們 五元 就差不多 五元 這三元 差不多 在那 兩億 兩三億 減下來 大約 照理說 因為 這個 受理 一年來講 對市政府 少了 兩億 原本是五億 三塊 變三億 如果每年少了兩億的話 應該是對市政府 負擔 負擔 可能 不說 這是本市的看法 當然 在我們市政報告的時候 我們那個議員 有在質詢 議員時間到了 跟議員報告 每個議員都沒有增加時間 另外就是市長市政報告的時候 根據過去的慣例 我們也沒有登記第二次 所以 跟您報告一下 不好意思 好 那 我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市長 您的 我們市政府的作法 譬如說 因為我們市民公司 要來 截用水 愛當勇 截用水 來特殊的補助 委訓 我們 我們 請回 政策 但是 你們在選舉當中 發到的請 但是我們的請 請市長簡單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林議員 我想簡單回答 第一個關於這個結費的部分 昨天 市長已經說明過 大概 整個計算公司可能在做 調整 其實可能 會反而引起混亂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水的方式來 獎勵補貼這個污水費 那 除了一方面達到這個 降費的這個效果之外 也能夠鼓勵 我們的民國